市民活动中心回归新竹市政府统一管理 李国璋议员今天在单位业务咨询上提出了疑点 认为借用作业上有缺失 他指出申请借用保证金跟使用费要分两次缴费 要退还保证金时费用还没有退给民众 却要民众签领据 让李国璋认为不合乎常理 我们自己去申请 尤其是在不同里的地方去申请之后 结果发觉我们的保证金3000元必须零贵去缴纳 那这个缴完之后我们还有场地使用费 场地使用费结果还依规定要用ATM去转 所以要跑第二趟 那接下来场地复原 我不管是使用完或者是我不租了我要退租了 我必须还要有一个退租的一个程序 但中间好玩的是场地复原的部分 有的李的活动中心和承办人员 要求的是记email 有的是要求不要记email 要纸本列印 针对东边的我必须要记email 西边的复原照片我必须要印纸本 那就刚才我们有提到的是 我如果早上到中午使用完这个场地 我拍完照之后 结果下午要是多了两个 多了两只小墙在地上 承办人员如果去检查了 这个账是算给上午的这个团体 还是下午使用的这个团体呢 尤其我觉得荒谬 不可就是完全不可取的做法是 市政府为了自己的核销流程方便 还要求我们必须要先签保证金已退的领据 就像我刚才有试问的在座的局处长 如果我今天跟你借了钱 我还要你先签搜据 已经我跟你 假设我今天跟某某人 借了3000元 然后你必须要再签个搜据说 已经在几年几月几日收到我3000元的退款 那我一个月之后我才会还你钱 试问有这个道理吗 今天议员有提出了一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包括了我们在管理上 还有这个我们第一线工作人员的态度 那这都是我们要检讨的 那在管理中心这个使用之后 我们有个滚动式的检讨 包括民众这个3000块的保证金 怎么拿这个老证金怎么取回 那我们希望朝向在线上一线式的服务 让所有的服务能在线上完成 让民众在缴纳这个费用 还有保证金的这个交出去 还有收回来都能够很顺利 那这都是我们滚动事件到位完成的 演艺厅一旁的总图停车场即将动工 雷国张议员接获民众陈勤 在月租停车方面 市政府没有配套的措施 临近停车场不是满租 就是距离过远 希望市政府能够有适合的配套 同样在交通方面 张组研议员对于慈云路 光复路口的交通提出了看法 他实际走访之后发现 慈云路光复路口应该要加宽 圆区一路光复路口的路行应该要调整 让车辆可以执行慈云路 不要再绕行光复路一段544项 造成光复路上车辆回渡 慈云路的交通非常勇涩 对于圆区的新竹市这边圆区的上班组 是形成一种每天的痛苦 所以一直在探讨要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至少要舒缓这个问题 但是过去一直在做车流的管理 就是说调整实质 或者是调整车道的标线等等 但是这些不能解决问题 因为车辆超过道路能够承载的程度 所以车辆太多道路就这么小 我们必须要有多面向的思考更宽广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市政府能够就以下几个问题来进行探讨 第一个是慈云路跟光复路的交汇口的转角的地方 这个变电所是不是可以让出一点空间来 让我们可以增加一个车道 那这样子行车效率会比较高 另外是否可以调整圆区一路往这个慈云路的路行 目前不能直接通行 必须要绕道到一条很小的544项去 这个会造成行车效率非常的低 而且容易塞车 那这个部分因为再加上没有除车空间 所以会直接从544项一直回堵过来回堵到圆区的大门口 甚至会造成下一个实质的车辆被挡住 所以这个部分市政府应该也要去探讨 张议员所提出的这些建议跟配套 我想这个都是整体的慈云路交通的系统性的配套及改善 那这个部分有一些部分是必须要进行这个硬体上的大变动 那对于整体的这个道路的绩效影响性 也必须要再进行研议 才能了解它的这个效用 以及相关的配套是否能够配合 那未来市府也会持续的针对慈云路的交通呢 做一些研议及改善 然后提出一些计划 那逐步的来依现况 及需要呢 进一步的改善 让它这条道路呢 符合实际需求 那当然未来呢 在高铁桥下道路明年中会通车 那对于竹北往圆区的车辆呢 也可以分流 目前慈云路的一个压力 只要车流量有明显的减少 对于交通耗制的一些控制呢 也会变得更顺畅一些 那我们也期待 透过分流 减少车流的压力 那比起 这个道路上 现有慈云路的硬体的一个改善呢 会更明显 那我们也持续来一起努力 上下班交通 尖峰时刻 光复路上的交通 不时的提出检讨跟讨论 在学生上下学的交通上 张祖妍也向议会提案 通学专车的构像 不仅减低家长接送的时间 也让孩子上下课更方便 记者外事联蔡文琪新竹采访报道